这里是陆军雀山某训练基地的维和训练营地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无论是道路还是建筑 都和我们维和任务分队的营区非常的相似 各种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有集装箱式板房 防爆杀箱掩体 路障 高脚烧位等等 在我的不远处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部落特点的建筑物 可以说是真的做到了实景志愿 维和训练营地是陆军专业的维和训练场地 主要用于保障维和部队行前训练和带命部队专项出训 在我身后的就是警卫分队 他们正在进行装备保养 那这一次呢除了警卫分队之外呢 我军还抽取了工兵步兵快返直升机 医疗和运输共7支分队 他们全部都来自维和带命部队 而且大多数的官兵呢都有过维和军力 那这次演习呢就将使用任务区的同类型装备 在我身后的这一款呢就是大家常见的920式战车 它的装甲防护性很好 越野机动使用墙 配备了30毫米的机关炮 有很出色的装备能力 非常符合运和部队的快速反应清水 越野机动使用战车 越野机动使用战车